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没有把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区分开来 换句话来说 原来的净利润 它是由金融活动和金融活动 两种呢 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管理用利润表 就是需要呢 区分清楚 经营损益和金融损益分别是多少 也就是说 经营活动创造出来的净利润多少 而金融活动创造出来的净利润又分别是多少 就要把原来的净利润分解成两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 它的基本等是 那么净利润是等于 经营损益加上金融损益 那么经营部表示呢 就是等于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税后利息费用 换句话来说 经营损益就是了 税后经营的净利润 而金融损益 那么呢 它是因为跟利息有关 所以呢 我们用税后利息费用来进行表示 这样的话就用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 税后利息费用就得到了原来议论表中间的最后一行 净利润的结果 好 那么跟我们传统议论表 这个有区别的地方就在于 经营损益和金融损益的区分 是跟资产负债表上面 经营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划分是相对应的 也就是说 左边的金融损益到底怎么样 来计算得到它的结果呢 那么它是应该是扣除利息收入 金融资产共用价值变动收益以后的 这个利息费用 换句话来说 是从原来的这个利润表中间 包括了有这个财务费用 金融资产的共用价值的变动收益 以及我们还要考虑 因为金融资产导致的投资收益 资产减之损失这四部分 那么得到的结果才是了金融损益 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的利润表的 基本的格式 那么从最上方的营业收入开始 然后减去营业成本 减去税金及附加 接下来呢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之损失 再加上购用价值的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得到的是营业利润 再往下是 加上营业外收入 点营业外支出 得到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再减去 所得的费用 得到最后的是净利润 这是了传统利润表的 基本的格式 那么现在 我们呢 制作管理用的利润表 那么就区分开来 经营损益和金融损益 我们先来看 经营损益怎么计算 经营损益 那么还是从利润表中间的第一项 营业收入开始 减去营业成本 这得到的是毛利 然后再减去税金及附加 再接下来 我们注意 这里就有一点变化了 接下来减销售费用 减管理费用 但是这里面的 我们看到财务费用没有了 因为财务费用 它是属于是金融损益的 这种范畴 好 再往后面就是资产减的损失 然后得到的是三 税前营业利润 再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去营业之初 得到的是四 税后经营利润 然后税后经营利润 再减去 经营利润的所得税 得到的是五 税后经营利润 那么第五项 这个五 税后经营净利润 就是我们的经营损益的成果 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金融损益怎么计算 金融损益 那么就是从原来利润表中 的利息费用 包括其他跟这个呢 利息有关的那些事项 不在一起 那么我们接下来减去 利息费用的这个底税部分 得到的是七 税后利息费用 然后呢 五 税后经营利润 减去七 税后利息费用 就得到的是八 净利润 那么八净利润 就跟我们原来利润表中间的这个数字 应该是保持一致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管理用利润表 这个次费的调整 结果是正确的 这里有个地方 需要请大家注意 就是在六 利息费用的下一行 减利息费用抵税 那么它的计算 利息费用抵税 是等于六 利息费用去乘上这个税率 税率怎么计算 我们要注意 最下面一行显示的是叫做平均所得的税率 那么这个平均所得的税率怎么计算呢 我们要使用原来的利润表 从原来利润表中间的 所得的费用去除以了这个利润总额 这就得到了平均所得的税率 所以呢 用平均所得的税率 去乘上利息费用 就得到了利息费用抵税的 这个数字的减少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实际例子 那么首先是ABC公司 利润表的这个相关数据 那么从第一行营业收入开始 一直得到最后的这个净利润 那么净利润的结果是136万 那么它是等于利润总额200万 去减去所得的费用64万 所以最终的净利润是136万 那我们接下来编制管理用的这个利润表 就需要把净利润136万 分解成为经营水益和金融水益 共同的作用的结果 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 平均所得的税率的计算 那么就应该是所得的费用64万 去除以利润总额200万 所以平均所得的税率就等于32% 下面我们开始来编制管理用的利润表 那么前面的相关的这些事项 基本上沿用原来的这个数据 那么还是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 这得到了毛利 毛利后面就是减去税金及付加 好 大家这里注意了 再接下来减销售费用 减管理费用 但是没有了财务费用了 财务费用因为是放在金融损益中间去进行计算 那么再接下来就资产减值损失 得到的是三 税前营业利润260万 这跟原来的利润表中间 税前营业利润数据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再往后面就加营业外收入减营业外支出 得到税前经营利润304万 也跟原来的数据不一样 然后再减经营利润所得税 那么经营利润所得税 它的计算的方法就等于税前经营利润304万 去乘上平均所得的税率32% 就等于97.28万 所以税后经营净利润就等于304万减97.28 等于206.72万 这样我们就计算完了经营损益 接下来我们来计算金融损益 首先利润利润费用 利润费用这104万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我们从原来的利润表中的数据 那么原来的财务费用是110万 公用价值变动收益是0 投资收益还有6万 所以这里的利润费用 它是等于财务费用110万 这个加上公用价值变动收益0 再减去投资收益 把投资收益抵消以后 得到的结果是104万 好利润费用抵税 那么就等于利润费用104万 去乘上平均所得的税率32% 结果就是33.28万 然后第七项 税后利润费用就等于 利润费用104万减去33.28 就等于是70.72 好我们接下来是第八项 净利润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编制的结果是否正确 用5税后进行净利润 206.72减去税后利液费用70.72 就等于136万 那么这里的136万 跟我们ABC公司原来的利润表中间的净利润 136万的结果是一致的 好我们总结一下 管理用利润表编制的原理就是把原来利润表中间的净利润 分解成为经营损益和金融损益 也就是说它等于 税后进行净利润减去税后利息费用 所以5税后进行净利润减去7 税后利息费用得到的8的数据 跟我们原来利润表中间的净利润 结果是一致的 就说明我们的编制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正确无误 好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